好 准总统赖清德第四波的内阁人士主打团结永续 在今天公布了包含了环境卫福劳动部等等部会首长 我们带大家一一来看看 我临交就职了 那么第四波的部分包含了是准圆明会的主委曾志勇 准客委会主委古秀飞 准劳动部长何佩山 还有准卫福部长邱太元 当中这位呢让大家觉得是位黑大黑嘛 这是准环境部长彭启明 现在由彭启明要来掌环境部 他是气象达人成了部长 而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彭启明也说了 明知这条路难行政治路不好走 但是他还是愿意承担挑战 同时表示在520前就会辞去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以及大学的教职 在这个部分彭启明呢现在是准环境部长 那另外可以看到还有新任的农业部长 将由代理部长陈俊济贞除 而在这个部分呢农业部也延续施政 那现在接任挑战就是进口弹 工粮的收购价 还有落农产业链等等都是备受关注的 另外我可以看到在这个准卫福部长邱太元 台大医院名医教授前立委接下卫福部长 现在也是有三大急着要来解决的难题 包含了民生食安的问题 还有呢可以看到补强社会安全网 再来还要来速速来推动这个健保的改革等等 那现在呢在这个部分大家也十分的关注 媒体员罗旺哲就说了赖政府在第一年就要先搞好 包含了经济部 述发部 卫福部 如果这个三个部会都OK了 那么第一年就欧帕了带来看 气象专家出现在内阁名单中 赖青的内阁人士第四波 民间气象公司总经理彭启明出任环境部长 被视为这一波名单的最大黑马 我个人不是只有气象 我还包含气候变迁 净零 这是我过去这十多年投入的领域 参加联合国气候会议已经有11次了 我其实是4月上旬的时候接到邀请 个人是天人交战 因为我来自于产业界要到政府服务 有一点压力的 特别是要说服家人 这波阁员主打团结永续 除了气象达人掌环境部 新任卫福部长由呼声高的 前医师公会全联会理事长邱太元出任 劳动部何佩山 是现任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 劳保健保如何不影响财政 又能确保永续 准阁员拍胸脯要大家放心 未来面对老人化的社会 会有很多医疗的需求 压力会非常的大 新的团队也会在健康台湾的一个努力之下 多方来寻求益助 在今年三月 老保他的累存余额破兆元的新高了 所以只要政府在 老保是不可能倒的 另外客委会主委由古秀飞接任 具备中央与地方完整的客家事务经验 而圆明会主委曾志勇 同样基层起家 是现任圆明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也是台湾首尾排湾族接任主委 现场更修出身上的传统刺文 要鼓励年轻人传承文化 图腾的文化已经快要失传 它跟一般的平地的刺青不一样 它是用拍打来做的 我说干脆我自己来以身坐着 就在小腿上这边打了一个 类似那个鲨鱼的牙齿 它代表的意思是 纪念我们的这个研究所的祖先 主要节下周还有两波 520后服务院人士发布会 尤其自由一场国安团队 将由赖金德亲自主持 隔绩期待新政府 如何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接着张日明的任意台北报道 好来看到第四波的新内阁名单 那么当中有个亮点 也可以说是黑马 是环境部的部分 环境部长是天气专家 彭启明出任 那这一位是跟彭启明 关系友好的前 中央气象局长 正名点他也大赞 彭启明很有想法跟行动力 而且长期是关注 国际的气候变迁议题 对外有国际观 同时在国内加根个性 也是相当合适 那环境部呢 刚改组很多功能没有明确 但是相信 以他的背景能够做得很好 至于两个人 未来是不是会有合作 正名点就笑说了 彭启明的团队很大 可以咨询的人才 很广很多 应该有人可以帮他 那持续看到 在我领之后呢 卫福部长将是由 前立委邱太元出任 现任的卫福部长 薛热人大赞 邱太元八年 立委都在未还委员会 因此对卫福部的业务 是十分的熟悉 至于自己在现任之后 有什么打算 他说会回到双和医院来服务 他很好啊 他在当了八年的立委 他都在未还委员会 所以对卫福部的业务 也是算是蛮熟悉的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期待 他是一个好的部长 我是从双和医院那边 接调过的 所以我会回去归建 有许多事情 包括食安健保 那这个社会安全网 许多面向 这都是很重大的一些挑战 应该也没有什么好建议的 就应该他会是一个好部长 好 谢谢 好 再看到行政主记长朱泽民过去因为猜错了这个面线啦 卤肉饭价格哀轰 现在传出不会续任 背询的时候态度180度的大转弯 自我调侃 最近每个人都问他是不是要滚了 妙语如猪 过去曾说一碗面线只要20元被骂翻的主记长朱泽民 传出将被新人替代 不会留在赖政府 卸任倒数时刻 朱泽民云淡风轻 要立委憋出眉头 朱泽民 因为你确定要 左人马对不对 左人马对不对 没有 我还在了 我还在了 只是不在这里而已了 我还在了 仿佛巴不得快点放下包袱 朱泽民恢复本性 狂碰进去 确定离开主记 长头位置啊 我是要希望这样子做 可是目前 官官的 鸡派的人都来了啊 没有 都没有发布来 不做下来 问一下 我的每个人都问我 说是不是要滚了 说是不是要滚了 对不对 平常寻达针锋相对 如今画风一变 差点眼神像生八卦 退下来准备去哪里 我这种年纪能够会走路就不错来 去哪里 以后是见你一次少一次啊 有人要见我 我会时常跑来立法院给你看啊 朱泽民似乎真的有收拾包袱的回家准备 因为过去他最怕立委 如今最怕泰作 反正这个祝福啦 身体做得棒棒的 然后呢 有你的事业第二春 我不要第二春了 我已经有一春就不要二春了 做主机大卫过去场被骂翻 这一天却让现场校翻 官员的真实一面 在最后一刻才被人发现 记者张佑茨 王志涵台被采访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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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